我們來分享他的俊領域社群治理頁面 嗨大家,我今天就突然間就跳了這個坑 所以歡迎大家隨時跳 然後呢,今天我們先給大家看成果 就是我們在俊領域的官網 我們想要放一下社群治理或參與的方式 所以在這邊會看到有個禮貌大師 大家一定會很想點因為他長得很奇怪 那我們點進去就會看到 這裡其實在跟大家說社群參與的各種禮貌 所以滑鼠放上去也會有一些小特效 就是我們今天在做覺得很有趣的東西 那這邊的話我們現在是有就是放了一下 為什麼會有社群自己的動機 然後這就特別感謝豆腐 就給了我們一些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有一些時候社群的需要一些規則 或者是需要一些大家的共識去做這些事情 那我們其實在俊領域社群有非常多的討論 就譬如說你想要在Facebook poll文 你可以看這個發文方式 你想要放上行事例 你也可以有一些刊登方法 就其實在過去的經典的一月之間 我們已經有很多的文件 那怎麼樣讓這些東西是新參者 或者是說已經開始參與的人 會可以理解的呢? 就是我們今天在做文字敘述的部分 那現在已經上官網的就是剛剛上面的那個動機 然後我們下面有一些就是剛剛的討論 然後有一些想要上的官網文字 就是比較白話跟大家說 我們可能像是一些對外的採訪啊 募款計畫啊 你代表的都是你自己 你挑看專案 那居領域是我們現在所有人都有貢獻 所以比較難被一個人代表 那也就是說大白話的話就是 就是不要把別人做的事情說成是你自己做的 如果有別人不要漏掉別人 當然會是這樣子寫在網路上 讓大家知道說在社群貢獻的時候 其實就是你要怎麼樣去標明 是很重要的 然後這些文字就是因為有一條很重要 就是共識要透過社群持續修改去討論 所以我們有在那個 這邊我有寫 在Ginney Mislack的Governance的頻道 會討論這些東西 那大家如果覺得這些文字不夠明白 或者是太直接了都可以在上面做回饋 然後我們就會再調整 要放什麼東西上去 就大家都可以有意見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些地方是 就是我們其實很常遇到的是 會有很多像今天有新加坡夥伴想要來採訪啊 邀約 然後這些時候呢該怎麼辦 就你要找誰 因為社群你就不能被代表 所以很多人來說我想要採訪Ginney的時候 我們都會很為難 你到底想採訪誰 你採訪我跟採訪你 得到Ginney會是不一樣的樣子 所以這邊就是會建議說 如果有這樣子的需求 那你可以先想你想要訪問的到底是什麼 是誰 什麼樣的主題 譬如說你想要做事實查核 你就可以找Colfax 你想要找一些協作的 可能就找舊松團V台灣 想要找租房的就找Rentia 那這樣子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讓邀約或採訪 或者是想要做一些募款 然後合作計畫 都可以找到對的人 對的組織去做連接 然後我們這個也有一個就是想法 是因為我們的官網上面 就是這邊有一些已經存在了很久很久的舊專案了 就是可以看到這些Colfax 這裡還是真的假的 甚至沒有Colfax的名字 對 所以這些都應該要被修改了 那我剛剛就是在想像說 就是這邊如果有這些專案介紹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讓專案們有一個地方可以更新他們的資料 那這些如果有自動化連接 就是可能被accroof之後 他就會在官網上自動的呈現 然後也可以替代這些就是可能已經有些死掉的專案 所以就是這裡想像的東西 然後也歡迎大家繼續討論 好,那我們的報告就到這邊 感謝一潔 好,然後 好,然後